白日依山靜 黃河入海流 芋頭悉你路 更上層樓更上層樓 台大中文說哈囉 哈囉大家,我們是台大中文系 你有沒有聽說過 台大中文系是個很偏重古典文學的中文系 或是你會不會覺得 中文系很迂腐很脫離現實 而大家最最關心 也最最擔憂的 就是中文系是不是很沒有前途 很難找工作呢? 掰掰 答案是,絕對不是這樣的 首先,台大中文系確實有很多 專精古典文學的教授 不過,現代文學的師資陣容 也很堅強 所以應該說是古典、現代病種 而且我們還有跨領域的創新課程 可以將在中文系所學到的知識 跟其他領域結合 所以一點也不會脫離現實 至於工作,我們系上畢業的學長姐 現在有人在當老師 有人在當記者 甚至有人跨足電玩產業 所以出路相當多人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在台大中文系會接受什麼樣的訓練 中文系上所開設的課程 大致分為三部分 分別為系定必修、群組必修、選修課 系定必修就是我們大一到大四的必修課 語言學概論會從語音、詞彙、句子等層面剖析語言 並結合社會學、心理學、神經科學等 讓我們對語言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文學概論探討文學是什麼 文學中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文學中的文類風格 文學的政治功用或社會功用等的理論性問題 幫助釐清各種文學理論 大學國文是銜接高中與大學的國文課的課程 會透過經讀先勤兩漢選文 學習如何探討、理解並思辨文學作品 接著來到大二 則有文字學、中國文學史、歷代文學與歷代詩選 舉例來說文字學探討漢字的演變過程 六書結構、形音異的關係 以及文字與人的連結 再到大三 有生韻學與中國思想史 生韻學主要在介紹漢語語音從古至今的演變 有助於了解各朝代的用運 以及漢語各方言的情況 中國思想史討論中國各思想體系建構、原流及演變 幫助掌握各種文人、時代背景與文學作品的精髓 至於大四則是訓古學 訓古學基於文字學與生韻學之上 包含單字、語詞、構句甚至文法、體式的掌握 簡單而言就是幫助我們通讀古書的所有方法 以上這些基礎能力的培訓 都能幫助學生對文學有廣泛而紮實的理解 同時鍛鍊自主欣賞、分析、釐清、思辨作品的能力 大一剛進來時會有比較多基礎性的課程 包括國學導讀、文學概論、語言學概論 希望能為學生們打下良好的基礎 會往後深入中國文學的大學生涯鋪路 接著大二就進入比較深入的內容 如果說中國文學史是從比較宏觀的角度 來看歷朝歷代的文學發展 那麼詩選、文選就是從比較微觀的角度 來領略各個作品的指趣 再來大三的思想史則是在學習中國不同朝代的思想、哲學發展 另外大二以上還有文字、聲韻、訓古這三門傳統小學的課程 我們可以從中更加了解漢字與漢語的特性和歷史發展 對於獨立閱讀文言文有很大的幫助 在這樣的根基上 學生可說是具備基本常識與自主學習能力了 接著是群組必修 有A到E五個學群 每個學群都有自己獨特的性質 讓學生能透過分別休息 對文學的各個面向產生進一步的理解 A群為現代文學 有現代詩選、現代散文選、現代小說選、近現代文學史 B群是古典俗文學 有詞選及席作、小說選、戲曲選 C群就是五經 有周易、上書、詩經、禮記、左傳 D群為哲學、思想類 有四書、老子、莊子、尋子、史記 E群是拉哩拉扎類 好啦不是 是文學總級和文學批評類 有處詞、昭明文選、文心雕龍、詩品、誓說心語 大學四年中 系上會要求每個學生、每學群至少休息一門課 以保證對中國文學各領域的進一步涉獵 在這些課程中 學生可以對專門的著作或文類深入探索 並且啟發更多文學方面的想法 最後 若是這些仍然無法滿足各位的求知欲 我們還有十分豐富的選修課 像是紅樓夢、聊齋志義、孫子兵法等專書課 李白詩、韓譽文、東坡詞等專家詩文 閩、課、藏、滿、蒙等語言課程 也有書法課等等 如果想要知道我們開了哪些課 也可以上台大課程網查詢喔 聽到這邊 大家是不是發現必修課中 都是以古典文學為主呢? 那到底我們的現代文學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也有非常多致力於此的教授 我們剛剛提到的群組必修A群的各項課程 也顯示台大中文並沒有忽略現代文學 此外 我們也有現代文學的閱讀課程和創作課程 以及其他跨領域課程 如音樂作品欣賞 台灣當代戲劇導讀 文學編輯的當代形態與數位實作 文創策劃與應用等等 台大中文系不僅古典其背 更擁有豐富的現代文學養分 是對任何有志於文學的同學來說 相當理想的桃花源 同時 在大學的階段 許多同學會想要踏出舒適圈 出國看看 而和本系有交換合作的學校也非常多 像是北京大學 北京師大 復旦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韓國的岩市大學 漢陽大學等等 文學院和台大也跟世界各地的學校簽訂了交換計劃 勢必能幫大家拓展國際視野 此外 台大中文系每學期都會提供不少獎學金的申請機會 包括針對學業表現傑出的 藝文創作優異的 以及家境清寒的學生 我們的獎學金數量在台大文學院當中是數一數二的 也是全台中文系最多的 休息一下進廣告囉 不是我不讓你讀中文系 你都熟八歲了 住幾要想看看啊 讀中文系出來找得到工作嗎 可是我就 你再好好想看看啦 我今天還要棄工地 先出門了哈 好好喔 當小狗就不用煩惱升大學什麼的 汪獎過來 汪獎 你說說看我應不應該讀中文系啊 我覺得你很適合讀啊 可是 爸爸好像不希望我去讀中文系耶 他會說 沒有工作什麼的 那你要不要問問看中文系的學長界 他們是怎麼跟爸媽說他們想念中文系的R 他們應該也是過來人吧R 喔 聽起來很不錯耶 要去哪裡找他們啊 R 聽說3月14號禮拜六 早上10點半 11點半 下午1點半 2點半 會有台大中文系的學長界 在臉書粉專開直播回答問題哦R 就是今天耶 汪獎你怎麼都知道 那我等等趕快上線去請教學長界 R 是說汪獎 你平常還是不要說話 以免讓別人知道 我在偷偷教你人類的語言哦 以上廣告由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找不到贊助播出 知道了台大中文的課程與特色 接下來讓我們來說說關於中文系活動與出路吧 首先是關於系上活動 雖然中文系一向給人文靜的印象 台大中文更是標榜溫柔敦厚 但其實溫柔敦厚與活潑有朝氣一點都不衝突 哪怕是中文系學生 我們也可以玩得很瘋 在運動方面我們有排球、籃球、桌球、羽球等系隊可以參加 每一年也都會有大大小小的比賽 在這裡不只能運動強生 還可以遇到一群興趣相仿 一同經歷各種酸甜苦辣 並且一起在球場揮灑汗水的好夥伴們 在文藝方面我們有刊物編輯及讀書會等等 系上主要有兩本刊物 新潮一年一期內容較為學術 刊載系上同學的小論文或讀書心得等等 踏歌則是一年二至三期的文藝類刊物 是系上同學可以投稿各種創作的原地 另外我們還有讀書會 我們會針對各種形式的文本 可能是某類的文學特定的一本書或是電影、戲劇等 進行各種面向的討論 或是由對該領域較有涉略的成員為大家深入解說 大家在讀書會中會認識許多平常較少接觸的文本領域 能夠幫助大家拓展眼界 在吃喝玩樂方面我們也有細烤、細鍋等等 可以跟中文系的大家一起開心的吃烤肉煮火鍋 另外我們也有文藝營、中文粥、中文之夜是三個大活動 文藝營舉辦於盤架期間 這是一個專門為高中生辦的營隊 營集間會有戲上教授及作家授課 當中穿插各種活動與遊戲 讓你在累積相關經驗的同時 收穫許多關於文學創作與欣賞的種種 中文粥則是會在校園內擺攤一周 賣賣各種食物以及特色商品 大多有特定的主題 之夜可以說是各系最盛大的活動 類似表演晚會 中文之夜結合了戲上同時的表演細胞與文藝才華 每年的劇、舞、樂團等等表演都精彩絕倫 觀眾看了都說讚 最後我們來看看中文系有哪些出路吧 中文系培養的是我們運用剖析文字的基礎能力 在中文系的四年 我們接受的訓練主要在於思考邏輯、行文流暢 用字精準與文學啟發的內在人文涵養 是個能和許多專業結合的科系 例如在媒體業 知名記者房慧珍便是中文系出身 在出版業 編輯和教稿都是中文系培養的專業 像是九哥出版社總編陳素芳也是台大中文畢業的 甚至在遊戲產業都能看見我們的蹤影 內亂冒險遊戲、東周裂盟制的製作人小旺謝婉婷 便是台大中文系系友 這些都是將所學與產業結合的絕佳例子 也許大家會有這個疑慮 就是中文系的職場經驗可能太少 但在大學之中 科系與個人未來的走向 職養的選擇並不絕對相關 甚至大多數科系的所學 也不直接對應到職場的應用 而中文系最值得找個資產 在於我們長期浸潤在人文經典中 逐漸培養出人文關懷、思辨能力 及精準的用字遣詞能力 使我們在各領域都能有立足的空間 如果真的很擔心在學期間職場經驗較少 其實也就跟其他科系的學生一樣 可以在大三、大四參與實習 之前學長姐就曾經到媒體業、音樂界、文學界、書版業、社會企業等領域實習 或許很多人會覺得在中文系接受古典、現代文學的薰陶 說完社會之後可能沒什麼用 但事實上絕對不存在沒有用的科系 只有尚未明白自己的志向所在 對於如何發揮自身優勢還不甚瞭解的人 系上的黃啟書教授常常說一句話 不要把中文系讀小了 中文系的訓練給了我們有別於其他人的扎實基礎 但絕對不限於此 不同領域之間結合互動的可能 我們都可以積極嘗試 趁著美好的大學四年 多多探索各個領域 發掘自己的潛能吧 祝福大家都可以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科系 當然如果你對中文系有興趣的話 期待不久的將來 就能在台大中文系看到你哦 或者是您有一個 Hud向的合照